主持人神玉玲日前 在节目中分享了给外送员8000元小费的经验 他透露某次老婆在外送平台 点了一碗360元的鸡汤 但是等了许久都没等来餐点 结果外送员突然来电 急忙向神玉玲解释到 自己的手机在送货途中不小心掉到马路上 随后惨遭后方的货车碾坏 而现在用的这只手机也是向别人借来的 神玉玲得知这件事后 并和老婆商量买新手机给外送员 毕竟对方是为了替他们送食物 才导致手机损坏的 最终夫妻两决定支付8000元 来弥补外送员的损失 随后他也表示自己这样做 是因为当妻子下楼取鸡汤的时候 虽然对方的手机已经损坏 但是鸡汤完好无损的送达了 让他不禁佩服对方的经验精神 随后该名外送员也透过讯息 再三感谢神玉玲夫妻两 让他罕见在镜头前感性表示 人有时候要的并不多 说声谢谢就让他很开心了